謝謝英明的趙偉 我們劉趙偉 大家早 部長要不要喝口水 沒關係 請部長 謝謝 好 請林部長 謝謝 部長好 我想針對這個 中秋節跟雙十節的連續假期 剛剛很多委員都指教了很多 那我只找了幾個數據 我想這個數據 也都是你們提供給我的 這個報復信出 有今年的這個 端午連假假日比 平均比去年多三成 這個數據你們給我的 看一下就好 來 但是呢 當我們 我們剛剛很多委員在指教說 雖然是叫公路系統的APP 要整合 那公路系統 我們要怎麼樣讓用路人 聰明的用路人如何找到替代道路 那但是呢 在你們新宣布的新的措施裡面 包括蘇花路廊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大客車 公路運輸要優先 或者是說我們使用 國道客運的話 可以在地的租車 可以優惠等等 就像部長你宣示的 要多多利用分流措施 跟優惠措施等等 但是這幾個新的政策 新的方式 我們當然都支持 不過這個 宣布這樣子的政策 是鑑定在 奠定是在 我們要有好的公路運輸 跟好的鐵道軌道運輸上面 可是我們發現 這個部長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這個我們的 城市之間的軌道運輸 就不知道不知道高鐵跟台鐵 那以高鐵來講 去年跟今年 這個運輸期 就是我們的高峰期 很奇怪 我們的平常的列車 跟加班的車總量加起來 我們是減少的 你看像高鐵的數字 去年的中秋節加國慶日連降 班次加起來是334班次 我們今年呢 我們還覺得國旅暴富性出遊 而且還雙連降 我們的加班車速班次是減少的 我不知道 部長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高鐵 我是不是請高鐵公司 來說明一下 等一下請高鐵 來 接著 我又統計了台鐵 台鐵去年的 中秋節跟國慶日的一個連降 加起來加班次數是385 那今年呢 我們預期應該會 國旅大爆炸 暴富性的出遊 結果呢 我們今年的中秋節 跟國慶日的雙連降 我們平常的班次 再加上加班的 車室的這個總數 353 又比去年少 那高鐵跟台鐵 這個城市之間的這個 軌道的運輸 道中運輸 我們的班次是減少的 我搞不清楚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喔 我跟委員說明 因為大家在 就是疫情的期間 其實還是減少搭乘公共運輸 去自己開車 所以為什麼我們國道 那現在疫情的負擔會增加 就是因為自用小客車 其實上路的這個量 是比過去更多 是這個當然有這個疫情的因素 但是呢 我們這個下半年度 現在目前看起來 疫情相對的穩定 那出遊的人數呢 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個防疫的措施 做得更精準 更到位的情況之下 高鐵台鐵 能不能再增加 如果有這個需求 其實不斷的加班 我們請高鐵跟台鐵做說明 各位你好 以去年為例 中秋節有五天的輸運期 就是說有三天 再加前後隔一天 我們的總班 是874班 去年的國慶 前後 因為有四天的連續假 再加前後兩天 總共六天 我們花了1036班 那有減少嗎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減少 那今年中秋有六天 我們的輸運期 我們發的總班數是1065班 1065班 國慶是安排了831班 那去年的運量 那當然今年我們是還沒有 還沒有實施 所以總旅客量 到底多少 我們現在還不想 還在統計 要執行以後我們才知道 對 未來的統計數字 那以去年中秋大概 速運了一百 將近一百二十萬人次 國慶呢 前後六天 速運了一百四十五萬人次 大概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們已經把公司的車隊 三十四列 全部通通上線 好 謝謝 所以有信心可以 蘇姐可以承載 這一次的雙連假的 這樣子的一個運量嗎 我們有信心 有信心 那台鐵呢 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年中秋的運能提供 是比去年多 但是國慶呢 我們是比較保守一點 大概 那是因為這兩個假期呢 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們有一些保留 但是我們的運能呢 還沒有全部放出去 還沒有全部 是 我們會看當訂票的情況 跟需求 我們還可以多量的來 加開加快 我是建議啦 現在疫情相對的穩定的情況之下 只要我們的防疫措施到位 應該隨時做機動性的調整嘛 還要加上宣傳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公路的運輸 已經不堪負荷嘛對不對 那剛剛林俊憲委員講的 好像葉蘇來了 也不見得能夠解決 那我們就能 要其他的分流措施 就一定要做嘛 那軌道的這個大眾的運輸 我們在這個防疫的措施 到位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加強 要 增強他的這個運輸的一個能量嘛 是不是好不好 我們會盡全力來提供 那好 那部長 那請你們回喔 部長 那我們呢 剛剛講的是軌道的一個輸運的計畫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公路的一個輸運計畫 剛剛很多委員都在關心公路嘛 對不對 那公路裡面有 你講的分流 那尤其城市之間 就是所謂的公路客運 那公路客運是大客車 那我們最近 就發生了 這個公車 這個是市區的公車 沖上人行道 來下一頁 然後呢 公車的司機他呢 承認有吸毒 那公車業者說 他如果知道司機吸毒 就不會用他 那我們就來談談 市區公車跟公路的運輸 同樣都是大客車 同樣都是要特殊的一個駕駛人 要有證照 那在我們交通部裡面 就有一個陸運的大眾運輸的 各類別的駕駛人 他涉及酒精毒品狀況的一個 這個是我們把它找出來的比較表 那酒駕獨駕 照室要廢照的 全部通通都要 限制酒駕跟逐駕前科的 計程車有限制 但是市區公車長途客運 台鐵高鐵 遊覽車等等沒有 有沒有適用廟疫的檢驗規定的 來計程車沒有 遊覽車沒有 其他的市區公車長途客運 台鐵高鐵有 陽性反應之後是否廢照的 來就看台鐵跟高鐵 是用最高的一個原則 跟處置方式是要廢照 市區公車跟長途客運是不用 那大眾捷運系統 因為是各地的各個主管機關 就是各直轄市政府六都 那我就要請教部長 像我們現在公路運輸 我們連續假期 我們鼓勵大家搭乘大眾運輸 那市區公車跟長途客運 我們現在如何確保 在現在的這個所謂的尿液的一個檢驗的機場裡面 我們的這個駕駛人是沒有獨駕的 我們的這個乘車的這個旅客是安全的 這個有沒有 部長你有沒有想到說 當我們這個連駕在鼓勵大家 要去搭乘公路運輸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要怎麼樣來引引 保障旅客的安全 是 我們公總已經有要求各市區公車 或者是這些客運業者 要落實在就是機場 那就是要相關的規定 就是要落實執行 部長 我跟妳講 你們的相關的規定在路運的特定人員 尿液採驗的實施要點 那公路運輸跟這個市區公車 這兩個都同樣是在這個規範裡面 但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我要提醒部長 我們現在把這個公路運輸 這個大客車還有市區巴士 是給他們各公民營的這些客運公司 他們自己去執行這個尿液採檢 那他們自己怎麼執行呢 雖然要點裡面規定 這個採檢的比例要25%的一個限制 最低限一年要抽檢25%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們給我的資料 第一個 因為是各公民營客運公司 自己執行這項業務 他只是承報他採檢的一個報告書上來而已 所以這個自行採檢 他們自己執行這個業務 到底有沒有落實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 積合 第二個 採檢的數字 我們要點裡面規定要25%以上 我看到公總給我的數字 事實上是第一季11% 第二季12% 第三季13% 你們是把這幾個四季的數字加起來說 有60幾%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叫做數字的遊戲 美化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到底是 到底真確的是讓每一個 這個駕駛員在抽檢的過程裡面 確實能夠得到 一個什麼 約束 讓他們自我警惕 自我約束 絕對不可以用藥 絕對不可以怎樣怎樣 那這個抽檢的這樣子的措施 第一個 抽檢的25%的比例 是不是應該提高 而不是現在的一個數字遊戲 第二個 抽檢的工作要落實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建立一個外部查核的機制 而不是讓這些客運公司自己去執行 然後把報告書送上這個交通局 然後再送到交通部 然後再送到行政院被查 來部長 可不可以有更精進的一個檢討方式 當然在交通部公路總局負責的公路客運方面 我們一定會來要求落實 而且要重演 那包括委員提的這個數字 抽檢的這個25% 還有外部的查核 能夠來更落實建立 那至於說因為市區公車 涉及到地方政府 那我們當然也會來要求 我再提醒部長 市區公車 不是只有市區公車 是地方政府 還有大眾捷運系統 大眾捷運系統 現在六度裡面應該有四度都在進行 有的有 有捷運系統有的正在進行 那大眾捷運系統 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那以我手上有的資料 大眾捷運系統也有相關的這個 毒品檢測陽性的人 那直轄市政府 地方政府怎麼處置 那跟中央的處置 有沒有一致化 那有沒有真的是一致化的處置 能夠保護這個 所有旅客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交通部 要去統整的 是不是 而且我看大眾捷運系統 的這個抽檢比例 還遠低於我們其他的公路 客車 客運 還有市區Bus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比例不一樣 那是不是我們中央 他跟地方去協調 要依照這個要點 我們要一致化的來執行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承諾可以落實 當然有些法令的規定 如果不周全 我們會來檢討 來修正 那在執行面 我們一定會加強 來就是 不管是查核 或者是督導 那有關於地方政府負責的部分 我們也會 就是跟他們來協調 那什麼時候 可以給個騎乘嗎 這個 還有我剛剛講的這個 一年抽檢25%比例要提高 這個可以研議檢討 那抽檢的工作要落實 要建立外部的查核機制 這也是我們交通部 現在就自己可以做的 那跟地方政府的協調 也是可以有個期限 來跟地方政府做協調 我們即刻就可以展開協調 盡快 那至於說因為這個抽檢 其實在我們公路總局 或交通部所屬的單位 應該都超過25% 數字遊戲 第一季11% 第二季12% 加起來叫做23% 因為同樣的對象 這樣的數字 算是可以這樣子加的嗎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好不好 謝謝 我們來檢視 謝謝何委員 謝謝部長